原来美美自带大屏的演唱会 竟然不是全球最贵的 下面这些才是世界之罪啊 1993年迈克尔杰克逊在美国超级晚的舞台上 弹射上台后竟站了90秒不动 观众们的尖叫声也从未间断过 主办方为了配合他的演出 甚至关闭了分分钟收入上衣的广告大屏 就是这场旷式表演 将超级晚从一个橄榄球比赛 变成了世界巨星们都要抢着上的最大舞台 1985年 美国歌手鲍勃为了救助难民 召开了一场叫拯救生命的演唱会 100多位世界巨星免费出演 最后供募捐了1.27亿美元 其中英国皇后乐队的表演 更是整场晚会的高潮 波西米亚狂想曲也成为了 雅叔的千古绝唱 后来还被拍录到了电影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为亚洲歌手中最具知名度的歌手兵起步 演唱会不仅常常动物虚席 甚至在2001年的演唱会 光是凶善费用都用了27亿日元 王菲演唱会的天价票 因为当时王菲只开一场 导致歌迷们供不应求 39万人再现抢票 不到一分钟就受空了 最便宜的票炒到了上万 甚至VIP前排炒到了100万一招 如果在前方的梦之夜 是否还能梦战烈 就像那片匆匆的票永远 一起那样美丽的耀眼 如果光是还真的剧烈 别怪怪病是极限 谁的心就这样 彼此无法被误解 如果在前方的梦之夜 是否还能梦战烈 这才是音乐的意义吧 就是这五个国家的歌 大大降低了全球的自杀率 这首曾经维想过一了百了 一度将日本的自杀率降到最低 创作者钟老美嘉在双尔失聪后 曾经想过轻声 但因为音乐 他又重振旗鼓 于是他想用自己的心深经历 当作歌词 来帮助那些身处低谷的听众 度过难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尔兰的这首歌 据说是高考生必听的神曲 无数人解开了人生疑惑 冷知识 周杰伦的名曲道乡 其实是为了08年 汶川大地震创作的 当周董在电视上看到了很多人流离失所 所以才特地地创作一首歌 希望他们能坚强地活下去 曾经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 随着大厢 可要继续奔跑 为了微笑 像是狗的梦 我知道 是真的梦 我知道 不要哭 让烟花中带着你逃跑 想见他哥 要永远地依靠 为了家吧 为了最初的美好 为了最初的美好 好 我昨晚尝试要去杀自己 我的天啊 你叫我从哪里 在最初的 18002738255 是一个预防自杀的电话 而美国歌手 以抑郁症患者为创作灵感 希望能帮助陷入困境的人们 走出人生的黑暗重获希望 没想到就在歌曲发布当天 美国预防自杀热线 立马增加了4573个电话 二俄罗斯的这首 《多想活着》 是一首呼吁世界和平的歌曲 由俄罗斯军人演唱的版本 更让普京大帝听到三次落泪 《多想活着》 五个国家最难唱的歌 首首都是天花板级别 能唱两首的都是大神 美国歌手艾米纳姆的这首 《Rap Gap》 堪称史上最难唱的受伤歌曲 15秒内唱出了110个单词 他因此洗提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多想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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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站在巅峰了 被誉为海豚阴王子的他 几乎每首歌都很难看 《多想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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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德尔唱法是世界上最难唱的三种唱法之一 起源自阿尔卑斯山脉 能驾驭这种唱法的那是人均大胜级别 要说中国最难唱的歌 我选这首李克勤断起歌数字人生 反正我是没看到有谁能轻松驾驭这首歌 唱完那都像没了半条命一样 这四个国家公认最难听的歌 听完感觉耳朵被污染了 你能坚持听到最后吗 中国网友推荐难听的歌 上榜的实在是太多了 我先放三首大家先展示一下 你们能看出信号吗 四个国家的惊艳恐怖音乐 一到晚上就逃不掉 中国的是多少人的童年艳影 美国的这首Shiver 据说改编自真实事件 其中的一句人声是女孩在遭遇家暴时 报警求救发出的最后一声呼喊 另外这两首BGM简直是夜跑神曲 就爱这种人在前面跑 活着在后面追的刺激感 夜跑第一天来一首小音乐 夜跑神经常 这首印度歌《邋遢》又称电影影像号装用曲 充满着邪恶喜欢神魔的诡异感 很有代入感 我已经在想魔了 日本的动漫可是生产恐怖音乐 不管是柯南中凶手出现时的BGM 还是《地狱少女》中女孩的音唱 听起来都毛孤悚然 要么说终是恐怖是YYDS 不管是少年包情片中的误入迷失森林 还是山村老师的楚人美 就算没有恐怖画面的加持 这些歌也会慢慢渗入到神经中 让你后背发凉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